嗨 大家好 我是小許 那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本週GNN 那今天其實是禮拜三 那正常來說GNN應該都是禮拜四出來 不過官方剛剛有發一個貼文 就是說本週的GNN會在今天發出 不過那個時候以為是語言節的玩笑 因為今天是4月1號 結果沒想到真的出了 那今天的話我們就來看一下 首先是這個夏侯敦 就是剩下的三國紅軍角色 上禮拜有那個什麼 蔡文姬、曹操、曹批那些 那這禮拜呢就是出了這個夏侯敦跟司馬懿 好那我們看一下時間的話呢 他是4月6號啦 4月6號的時候會全人解放 禮拜一 然後這週公布的技能就是這兩張而已 這個夏侯敦跟司馬懿 那主要是夏侯敦 因為這張卡之前算是蠻爛的一張隊長 也沒什麼人在玩啊 然後我們看一下他到底變多強 那右邊的是解放前 左邊的是解放後 那其實感覺並沒有差的非常多啦 好那對檔的技能的部分 當然是倍率提升啦 從原本的這個 先講這個對檔技能 對中只有火木暗屬性成員 就是印限制 跟之前一樣都是印限制 那從原本的這個全隊攻擊力4倍提升到5倍 然後另外呢 第二項是差不多的 只是這個額外攻擊變多了 任意消除火木暗 然後達這個9顆以上 9顆包括9顆 全隊攻擊力額外2倍 那原本的話是1.8倍 然後再來的話他多了這個 減傷的效果 原本的夏侯敦是沒有減傷的 好現在多 同時消火木暗的話會減傷40% 雙隊長的情況下呢 最高可以減傷到64% 好那 雙隊長的情況下倍率也會提升嘛 我們來算一下好了 呃 10倍率的話可以到 100倍齁 單看隊長技齁 不看隊伍技能的情況下 那原本的 原本的夏侯敦的話 10倍率 雙隊長的是50倍左右而已 好所以提升 隊長技提升了2倍左右的倍率 然後另外多了64%的減傷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隊伍技能齁 跟之前的一樣齁 就是他會鎖定這個右上角那個 跟大總統一樣 固定9個位置的符石 好那你只要消除固定位置內的所有符石齁 而且 呃 這個在解放前 他是計算手批消除的符石 不過解放後呢 他就是改成不限制手消了 所以說天降下來的也算 好那該回合全隊攻擊1.5倍 那這個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剛剛算出來是100嘛 那再乘以這個1.5的話 就是150倍 那150倍以外呢 還多了這個兼具的效果 火木暗互相兼具齁 所以 虛備率實際上是更高的 我們等一下可以看實戰齁 然後再來呢 消除完之後回合結束 這個鎖定位置內的符石 會轉為這個火木暗搶各三顆齁 那原本的話是轉這個火木暗 然後變成強化珠這樣子而已啦 就變成 強化的 然後 多了這個兼具 多了減傷 然後倍率稍微提升 這樣的效果齁 這樣大家應該懂了齁 那麼 這個回復跟血量的部分 是沒有提升的齁 我看實戰呢 他血量也是只有一萬多 然後也沒有任何的 這個 血量 那個回復加成啦 應該說 回血的話看起來 還是靠 新珠齁 就是說他 他版面其實轉這九顆啦 其實蠻容易去壓縮到新珠的齁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呃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主動技能齁 我們看一下這裡啦齁 以這個下河敦當隊長一戰友 消除固定位置內的所有符石會觸發被弓 還有轉化符石的條件齁 再除了不限手銷齁 就把手銷改掉齁 這個條件 因為這個條件 說真的 蠻限制他這張卡的啦 而且所轉化的火木暗符石 轉為強化符石 並固定為直向式轉珠 有助於觸發直行升華技能齁齁 此外 在較之以往跟增加的火木暗互相兼具的效果 反正就是傷害提升的意思 然後攻擊珠互相兼具這樣子 好 接下來是他的主動技的部分 CD的話呢 一樣是6齁齁 跟之前一樣 那自身攻擊力從2.5提升到3倍 人類跟模組呢 以50%攻擊追打一次 那這個是多出來的齁 這個是多出來的 這是之前沒有的 那再來的話 這個感覺是比較適合放 這個隊伍應該比較適合放人類跟模組 那像鐵扇就是非常好的成員 因為鐵扇他剛好是木屬性的 很適合夏娃敦 然後他又是模組 然後他的夏娃敦開下去 他又會追打 這感覺放個鐵扇啊 九風王牛魔王 下去撐血量應該是最好的配置了 不然他這隊血量真的太少了 然後每當敵人發動攻擊的時候 下回合人類及模組成員額外追打一次 那這個的話呢 跟原本 原本就有的 只是原本追打的是這個 50%而已 那這個的話是 追打 完整的攻擊一次 這樣子 就是他的這個長柱增傷 變得更高一點啦 那另外呢 效果持續至手消六種符石 六種符石的話 應該是說六個屬性 各種不同的符石這樣子 那這個 解放前的夏娃敦是 效果持續至手批消除五種屬性符石 也就是消這個水火木光暗 然後他技能就斷掉 可是不過 不過通常這個情況下 像解放前的夏娃敦其實蠻容易斷掉的 那這樣解放後的話要多了一種 多一種這個星珠 就是你要消水火木光暗星 這樣才會斷掉 那這個就比較難斷了啦 這個算是有改善一點啦 好那再來的話我們看一下司馬懿的解放 司馬懿的解放我就覺得不怎麼樣 等一下 我找一下那個卡片 司馬懿的解放他就是從這個CD6 變成CD5 然後原本的話是把技能冷卻中的成員 鎖在隊伍藍直行的符石 轉為光符石 那現在呢 把他轉為該成員屬性的強化符石 這樣而已 我是覺得 嗯...沒什麼用 如果用這個要轉強化符石 寧願多一個CD用CO 比他更實用多了嘛 所以我覺得這張卡就還好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夏猴敦的實戰吧 好這是這個倍率提高啦 然後額外的倍率也提高 然後多了這個減傷的效果 然後另外 隊伍技能呢 呃... 從原本的轉化火木暗 變成火木暗強 然後火木暗多了兼具的效果 這樣子 然後還有這個紅軍啦 這個紅軍忘記講了齁 紅軍這個倍率還要再算進去齁 這邊應該是會講到齁 這個紅軍...欸他沒有講到 紅軍的話會有額外的增傷啦 就是說你有轉到那個格子裡面的話 會有額外的增傷 這邊應該是... 大家應該...大家應該知道啦齁 好我們繼續看 就是畫面上看到的 跟上禮拜曹操一樣齁 只要消除到這個...中間這個範圍裡面齁 就會有額外的增傷這樣 我們... 看看一下齁 他這邊消了一組的攻擊珠齁 因為水跟光是沒有 不算攻擊珠的 他這邊其實只消了火 一組攻擊珠 打出去的傷害... 這個應該是搞笑 好 那可以看得到右上角這邊呢 那原本的話我忘記是直... 是橫的還是直的了 太久沒有玩這隊了 反正他現在應該是變成直牌的這樣子 比較容易觸發昇華 那剛剛上面字面上的意思應該是這樣子 好那這樣每回合都會轉這個... 火木暗... 三直行的這個強化珠 讓你比較好轉 那你不但齁 你玩這個隊伍你不但要轉這個右上面... 右上方這九格齁 然後你還要轉這個紅軍的位置 然後另外我們可以看得到他的血量是... 一萬六 非常的低 所以我認為... 一定要放鐵九牛啦 不然這個血量真的太低了 然後我們再仔細看一下齁 一組的新珠 因為他並沒有這個... 其他珠子兼具星 所以他一定要靠新珠來回血 而且新珠又很容易被壓縮掉 因為右上角... 那個格子 一定是轉火木暗嘛 好可以看到一組新珠 轉了九COMBO 我們回血量只有8500 所以這隊的回血是非常非常低的 雖然說減傷有64% 不過在現在無視減傷橫行的... 這個年代齁 我覺得是非常危險的 像這個隊伍的話 其實固定轉出來的話 打這種什麼手消幾七盾的啦 或者是... 要... 轉這個... 比如說什麼二三盾啊 這種就會比較好算啦 因為... 已經固定九顆在那裡了嘛 像這邊手消七七盾 你只要另外再轉四COMBO就可以了 我們這邊快轉齁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 四組的攻擊珠 天降一組 開了鐵扇 單開鐵扇 打出去就破億這樣子 我是覺得算是... 回到現在合格的... 傷害標準啦 但是也沒有到很誇張 好這邊開了下猴盾的技能齁 就是讓這個自身攻擊力提升 也算是一個常駐增傷啦 那另外因為他本身放鐵扇嘛 那第二個效果 又可以讓鐵扇再... 再追打多一次 這樣子 然後另外呢 當敵人發輪攻擊的時候呢 下回合 這個人類跟... 魔族成員額外追打一次 那這個就是他... 反殺姐名稱的由來齁齁 不過通常來說... 這個隊伍應該是不會拿來抹啦 因為他的... 這個血量非常的少齁齁 好開下去之後呢 這個技能狀態會在左上角 我們直接快轉 因為這個應該是弓前盾啦 好... 用弓前盾來示範齁齁 給他打一下 好打完... 這一回合的話 他會再額外再追打 我開了下猴盾跟這個鐵扇... 兩個技能齁齁 兩個長度增傷 打出去的傷害 是3億多齁齁齁 開了兩個技能 打3億多 那反觀我們現在的一些... 大獎齁齁齁齁齁齁... 打出去... 像這個愛德華... 這個行動直滿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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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後裝滿龍科... 打出去都...都... 都比這個高了齁齁齁齁 所以生存力各方面啊 其實解盾啊 都比這隊還優秀 所以這隊真的是 只能玩回憶的啦 我覺得 強度的話應該也是沒有辦法跟上現在的關卡 打起來應該也是沒有現在的 隊伍輕鬆 好這邊開了這個潮P的技能 潮P在這隊也算是一個很不錯的解盾卡片 我們快轉 打出去的26億 不過開了很多東西啦 然後這隊大家應該也看得出來他的這個一些重點齁 就是血量少 然後多了減傷 減傷64%其實還算高 但是攻擊的部分呢 提升蠻多的 但是玩法的話其實 解盾能力還是蠻差的啦 回血也難回 因為新珠會被壓縮掉 然後因為一定要削格子啊 這個紅軍啊 還有右上角這個眼睛啊 一大堆東西要削 玩起來的話我覺得 比較不適合新手啊 玩起來會比較辛苦一點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個人的看法 那大家 對這個反殺姐有什麼看法的話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們對反殺姐 有什麼樣的建議 好那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影片的話記得訂閱下角按讚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